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站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9月8号的直播集锦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 饥渴星期四 Thursday Thursday 嘉宾阵容的话呢 和上周啊是差不多的呀 所以说呢 话不多说了 咱们赶紧啊 来看C2大牌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 第一手拍 枪口味 保罗老板四十不同色 否掉 DJF 嘿呦 一对K啊 这张桌子的盲注级别呢 十二十四十 外加四 呃 四十刀的大牌围安体 DJF口袋K 加注到了120 别说勾七跟注啊 PDAF六四不同色跟注 完了完了 说不过来了 看起来120刀 确实 不留下很多人啊 翻牌三六十两张方块 C啊的话 只有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而泰勒老板呢 已经拿到了K花的听牌啊 PDAF 命中一对六 在后卫下注300 泰勒反手跟下来 看到一个byte一个call KK应该要发力了 O in 倒也不意外啊 因为DJF手中一共还有三千刀 不过这也是一个双倍抵持的下注了 这给到两张方块牌的牌手啊 一个非常糟糕的赔率 你想让我跟吗 想跟没问题啊 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 泰勒一听怎么着 质疑我的实力是吧 想都没想啊 直接跟下来 泰勒是个夜店老板 口袋里的钞票啊 大把的划不完啊 好 那么来看看结果如何 周四呢 不像周一啊 是可以多次跑马的 看看两次发牌啊 谁能笑到最后 红桃六 躲开方块就行了 草花八 那么DJF的超特K 第一次赢了下来 好 第二次发牌 草花四 草花 哇 躲的是真开啊 四张牌没能发出来方块 那么恭喜DJF 上来先拿到了一个double 来看这一手拍 CRK 先手加注到200 破90不同色跟住 DJF 在抓位 79不同色 也跟了下来 翻牌A圈 狗 CR 仅仅拿到一个底盾 破老板 双头顺的听牌 面对CR的下注啊 再思考是否要反打 还是选择跟了下来 来看转牌 Paul是否会主动出击呢 底持1200 CR 拿着一对钩啊 头顶有A4有圈的情况下 还是打出了800 CR说刚做的没假 好看是好看啊 抓起筹码来有点费劲 Paul还在 Paul还在墨迹啊 小说桌上打牌这么慢的 确实比较少见啊 他在思考自己是否要加注 来了 五百一千 哎 仅仅是个跟注吗 和牌 还是一张圈 CIA有 十一万位六直接过 而Paul老板 只有一首十嗨 在和牌 他反而是一个秒推欧印 直接推出一个超尺 这牌 打的说实话有点蹊跷啊 和牌这张圈其实并不改变什么 如果Paul是有圈一直跟到和牌的话 似乎也能解释的过去啊 一张圈再拿A4的价值 而CIA这边也确实有点犹豫啊 对手这个win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啊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小队勾 跟起来似乎确实有压力啊 最终思考良久 CIA还是负掉了 没能抓下来啊 而Paul老板 拿到一对圈 加注到了160 圈圈的话 其实我觉得 哎呀 应该再打大一点 不然的话 脏牌真的太多了 四人池 翻牌 368两张黑桃 你看看 别转拿到了68顶两对 我就说嘛 脏牌太多呀 700的坡 CIA打出500 别转手里2960刀啊 直接推了 哎 这种下注 你说圈圈 他怎么拒绝啊 皮特的顶对顶踢 很明显 很明显 这皮特老板 应该是跟不动啊 一对8确实太小了 先不说CIA打这500啊 还有一个win在啊 好 那么 翻后直接打光 还是两次发牌 看看最终结果如何 第一次 CIA迫切的需要一张圈 或者是除了6和8以外的任何攻队啊 嗯 这样的话 CIA是活了下来 来看这手牌 PDAFK一圈 加注到140 DJFK5抓位 选择跟住啊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三人池 DJF对上两个Doctor 翻牌一张老K DJF和DoctorP全部拿到顶对 而DoctorP这边呢 还是一个前门的童花挺牌 翻后没啥说的 底时还很小 但是这张转牌可不一样了 第二张K发出来 这样的话 现在DJF啊 踢脚是大幅度落后了 DoctorP下注600 DJF秒扣 盒牌一张红心 Ace 哎呀 但凡PDAF的踢脚比圈小一点点啊 都是个分钱的结果 DJF喊着千万不要是K圈呢 然后他就看到了K圈 不过还好啊 这手牌最终 PDAF并没有反架 只是凭空了DJF的一千刀 两个事后诸葛亮啊 一个说哎呀 我应该盖牌的 另一个说 哎呀 我应该反架到两千的 如果真的人人都有 预见未来的能力 那就没有扑克这项运动了 知道今天晚上要输钱 我不来了 想赢钱呢 你去赢谁呢 再来看这手牌啊 CRK4黑桃 加注到了300 别说 JF9跟住Peter老板 A5红桃跟住 还有Dr.H的A圈 同样选择跟下来 1290刀的底持 翻牌一张大S啊 两个人拿到顶对 CR这边呢 一对四 所有人都过 TEN上第四张草花发出来 敲敲敲敲 全部敲桌子 合牌 第五张草花 Dr.H拿到A圈两对 可是 没什么用啊 而且也没人站出来偷吃 CIA在后卫应该打上一枪呢 只是他觉得三个对手啊 万一谁有张小草花跟住啊 没必要 结果呢 一手牌白打了 四个人评分 你有没有见过啊 再来看这一手牌 Dr.H拿着A圈 在庄位做了三败 Case90 还有Polo的一对9 我去 翻牌竟然还有9啊 第四张9发出来 破老板中赛 而倒霉的Dr.H拿到了顶对大踢脚 拜拜 GG拜拜 确实啊 今晚DGF运气啊 是差了点啊 顶对A下注400 打得很轻 炮老板不太要着急啊 翻手跟住 转牌 Oh my god 结束了 这个真的才是GG 拜拜 或DGF 后地 天呐 DGF还在思考啊 自己要打多少 才能不吓走对手 殊不知道自己已经是 砧板上的鱼肉了 2500的Paul DGF尝试着打了1600 看到对手套驰呢 我觉得破老板 可以直接进攻了 这牌面没有A4的人啊 真的是开不出这一枪啊 破想了想 还是选择跟下来啊 盒牌再说 没关系啊 我给足你时间演 万一对手没有A4呢 对吧 没有A4的话 盒牌 或许他还会再开上一枪 而DGF啊 是真的有A4啊 太痛了 真的太痛了 哇 OK 嗯 这种场面太常见了 DGF输钱 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没人加注吗 行动到了 HDEF这边 HDEF应该是个加注 K圈 K圈 Race到了260 CR抓位 70不同色 跟下来 还有Peter的一手A6 翻牌 88K Dr.H拿到顶对 而ABB面呢 Peter决定主动出七啊 ABB面选择零打 一般来说 有8的人 不会选择零打吧 转牌一张红桃圈 Dr.H拿到K圈两对 而Peter的进攻呢 还在继续啊 这是在演什么牌呢 在演一对A4吗 难道 Dr.H的跟注啊 并没有半秒的迟疑啊 Peter老板应该是要直纳而退的 还要打 4600的坡 和牌Peter老板 再下注3500 这有8的人 真的会 从flop上去开枪吗 只有一种可能啊 支撑Peter老板连开三枪 那就是两张方块 而这手牌 我不认为Dr.H能复得 我从来不会去buff HTF问Peter 你从来不会去buff吗 Peter说啊 我从来不buff 直到这一刻 HTF其实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这手牌他真的是 for不掉啊 并不是因为Peter跟他说了什么 来看这手牌啊 来看这手牌啊 Nick Vertucci A勾先手起斗盆啊 被Dr.用A圈推回来 紧跟着Sia用一对三做了四败 直接是给D.JF的一对勾啊 都打掉了 这番牌要是有张勾 D.JF怕不是要掐死Sia 最终呢 Dr.H A圈还是跟了下来 底池来到了将近4000 这手牌Sia有机会吗 看不到S啊 就有机会 哎呀 看到S了就麻烦了 虽然说Sia做四败入池 但是 想去演一首AK Dr.H会信吗 无论是AK也好 又或者是什么AAKK也罢 三后呢 做半池的下注啊 是正常的 Dr.H反手一个跟注 这给到Sia一个信 号啊 对手最差也是有张K的 转牌红桃6 Sia过 合牌红桃9 出来一个后门的铜花面 不过Sia唯一能演的可能 也还是一手AK啊 但是 这牌真的非常不好打 Dr.H跟注4败入池 真的有Ace的话 踢脚也不会太差 现在 Sia就只能寄希望于Dr.H手里啊 完了 刚说希望对手手里没有Ace啊 Dr.H就把自己的Ace亮了出来 不过Sia是不会给 这老哥透露任何信息的 这小时候 说之前队上了Sia三回呀 有40%以上 SIA都在bluff 你就直接说 他到底几次bluff不就好了吗 40%是什么鬼 一手半的牌都在bluff吗 这在算什么呢 是不是在算 第一次是bluff 第二次有牌 第三次是bluff 轮到这次是不是应该有牌呢 干脆带个硬币来算了 正面就跟住 反面就盖牌就好了 最终Dr.H还是做出了选择 他选择跟住 抓到了SIA投机 今天晚上SIA的开局不是很nice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输掉了超过1万 接着来往下看 这是Tiler起的open 一对10加住到了130 结果几乎所有人全都跟了下来 翻牌K57 感觉SIA又有麻烦了 Peter是中赛了 而SIA拿到顶对 SIA5后卫尝试着打了600 看看有没有冤大头 会选择支付 而SIA 这牌几乎没有转机 连发两张方块 或者是赶紧多掉几张K也可以 SIA跟下来 其他人相继盖牌 转牌 方块勾 这还真的是给了SIA一个后门的铜花挺牌 可是 一张方块10 说实话 真的再掉方块 一张10也不够大 Peter老板再打1400 又是一个难以拒绝的下注 现在Peter已经锁定了SIA手里是有K的 扩下来 盒牌 SIA能反抄吗 哎哟喂 这掉方块 你掉什么不好啊 偏偏还是一张K SIA拿到后门的三条K和一手铜花 可是都不够大 因为Peter已经做成了葫芦 葫芦呢 盒牌下注3600 SIA今天晚上啊 真的是被核官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 实际这种牌啊 真的是非常的难打 对手有方块没方块 都有可能开出核牌的一枪 SIA只能从转牌来判断啊 判断对手有牌 最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 这又是整什么活啊 搞出了一个轮盘赌啊 让核官来赚 核官呢赚出多少 这手牌呢 Peter老板就支付多少小费啊 因为Peter老板刚赢了钱 哎 你要知道你花的钱 那可是SIA的血汗钱啊 来看看Lauren能不能赚到1000刀的小费 200 还有一档是100刀fromDJF DJF表示你想花钱你就花 为什么要拉上我呢 不得不说节目组啊 是越来越会整活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破枪口味A10黑桃夹住到了200 SIA九勾红桃再次选择入池 这也是SIA受欢迎的地方啊 打的呢比较松 而且打的确实是比较好 不过牌桌上没有人永远都可以赢啊 SIA也是有起伏的 不过总的来讲 肯定还是水上的 翻牌勾五六 Bearjo双头顺听牌下注500 Dr.H顶顿大踢脚啊 反加到了1600 看到一个bet一个wrist SIA因为踢脚的问题啊 直接缝掉了自己的顶顿 而拿到五六两对的DJF肯定是不会走 天呐 转牌这张勾让Dr.H做成了后门的三条 而C啊 确实需要庆幸啊 他已经走了 不然这手牌 怕是又要被Dr.H啊给学习啊 DJF也是一样 五六两对完全不纠结啊 他知道教授有勾 非常的清楚 明确 再来看这一手牌 装卫Dr.H 呃 七十不同色 夹住到了120 SIA圈钩草花 小盲卫做了三拜 孩子单挑 翻牌四六七 Dr.有中队 SIA先手过 900的坡 Dr.打出330 SIA似乎跟不动 呃 这 比如说这是把Peter给他的什么幸运图腾啊给丢了回去啊 什么破玩意啊 老子拿上之后就没赢过钱 一盖牌就准重牌啊 这手牌 比如说拿到六七两对 可惜他没能入持 下回啊 还是自己带一个吧 来看这一手牌 DJFK十不同色 先手加注到了400 比如说五七红桃跟住 Dr.H大忙位 八九草花 想了想啊 还是跟了下来 虽然位置比较差 但是呢 牌还是挺脏的 翻牌K八三 草花只有一张 DJF拿到顶对 三人都过 顶对K为什么不下注呢 看上一张草花六 Dr.H拿到铜花定牌 而比如说这是一个双头顺的停牌 这个时候再打800 可是谁也打不走了 Dr.H有做反加吗 没有啊 还在思考自己是否要跟住啊 还是说真的要加注啊 面对两个对手啊 加注的话意义不大 你很难推掉一个先手打800的 和一个后手跟住800的啊 可能能打掉一个人啊 想打掉两个人的话 确实比较困难 最终呢 Dr.跟下来 合牌一张四 别之后拿到了顺子 而这个时候 DJF还想着去追价值啊 确实是一条非常隐蔽的顺子啊 别之后反手推出楼印 这个时候 DJF才意识到啊 事儿大了 一个负两个负 DJF最终是盖掉了自己的顶对 DJF还在耿耿于怀啊 他说你要是特上加注就好了呀 DOTTER 你加注的话 我就能拿到Double了 因为别人做是跟不动的 来看这一手牌啊 DJF的三败 K圈420刀 塞勒抓位的一对五跟下来 还有Dr.H的圈七 翻牌50K 又是这种局面 塞勒中赛 而DJF拿到顶对 踢脚也不错啊 1400的坡 倒霉的DJF 后卫打出820 塞勒是跟注呢 还是flop上直接开打呢 直接加注 精准的去打击一张K啊 哎呀 今晚DJF的运气啊 真的是差了点 老是被冤家牌给套死啊 DJF三败到了4204 直接叫了Siler的O in 这手牌 DJF甚至没有可以直接胜出的奥次 没了 第二次 转牌 又没了 好 那么 恭喜Siler 从DJF的身上 拿到了双倍 而这个时候呢 似乎小轮盘啊 再次启动了 发出来冤家牌的核官啊 能不能给自己摇个一千呢 又或者 再给DJF 来上一刀 小轮盘 启动 会停在哪呢 五十一百两百 哎呀 离一千就差了一点点啊 最终呢 核官只获得了一个 Give me five 接着来看这手牌 皮特老板A6加住了200 西亚A4跟住 破口袋三 装卫也选择了跟住 看到三个人入池之后呢 DJF用一对石在小盲卫做了几压 A6的话 跟住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困难啊 这种牌吧 你跟住一个三败啊 翻后看到一张A死啊 可真的是不好打 不过皮特 哇哦 这是 这么拼吗 做了四败啊 先手加住两百的人 四败到了四千五百刀 DJF要真的是 能从对手的身上读出信息啊 他就不会每天晚上都输钱了 可在时如果能接下来的话 胜算啊 毋庸置疑啊 更别说 CIA已经占掉了 皮特一张A4的奥茨啊 只不过DJF今天晚上真的是啊 运气一直很差 而我觉得当他领先的时候 他大概率是要盖牌的 哎呀 皮特亮出的绝对不是一张A死啊 亮出的应该是一张6啊 太坏了 皮特老板不但要赢牌 还要打击DJF的自信心啊 接着往下看 皮特老板A圈加入到二百 DJF的K圈三败到了一千 完了呀 怎么感觉又要出事啊 一千刀的话 看皮特怎么选择 皮特重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牌 A圈盖牌是不可能盖牌的 跟住或者再加注 三千 DOTR可以走了 CR肯定也可以走了 但是DJF会不会走就不好说了 这手牌如果DJF跟下来的话 这就意味着 可能又要赎光了 好 来吧 DJF反手推出了Win 完了 又是一手被压制的死死的牌啊 两次发牌 发四次 或许能救DJF一回啊 要啥没啥 一张K的直接奥斯 没有 好 第二次 还是一样啊 对于DJF完全没有帮助 合牌 好 那么恭喜皮特老板再次拿下一个大底池 大转盘要不要启动呢 大底池 现在就等你的大转盘了 来了 给DJF再补上一刀吧 求求你了 五十一百两百十刀或者DJF支付一百啊 哦 差一点 哎呀 最终 最终停在了五十上啊 不得不说 核官赚钱有点容易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Nik Vertucci 节目组的老板啊 不过他今天晚上入食率真的不高啊 口袋九仙手起头盘 CR五六草花 DJFK10红袍 Flob一对十 DJF捏在了手里啊 顶对大踢脚 翻后 Nik下注三百 DJF跟下来 哇 今天晚上对于DJF来讲啊 真的是一场噩梦啊 转排这个反超谁能想得到啊 DJF下注五百 Nik Vertucci反手跟注 合牌 黑头二 Check 来吧 该拿价值拿价值啊 痛打落水狗 2500的坡 Vertucci只打了700 打得非常的轻啊 DJF真的活不下去了 真的活不下去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好像真就一手牌都没赢过啊 每次对上对手啊 对手都有牌啊 接着来往下看 哎 已经有点不忍心看了 DJF再次加注入池啊 翻牌239 DJF拿到一个顶盾 目前牌力领先 1600的坡打出半尺 中牌的别人就跟住 Peter只看到一张方块啊 盖掉 口袋6呢 被盖了帽子也盖掉 没问题 转牌不会是一张二吧 我刚才心里还在想啊 哎呦 我真解说不下去了 这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悲剧啊 怎么能这么悲剧啊 真就离谱啊 而DJF呢 打出了两千 直接给了一个 应该说是给了 给了自己一个 完全没法拒绝的 给到对手一个 自己完全没法拒绝的 下注尺度啊 对手推出封印啊 这只能接啊 今天晚上应该是 虽然说看DJF书牌啊 看多了啊 但是这么一只书 我觉得DJF这心态啊 真的要崩了 一万四千八百三十刀 真离谱啊 真的你真的该走了 别玩了 来看这一手牌 DOTR H A7不同色啊 加注到了五百一 破 圈九黑桃根柱 PDF的四五方块 今天晚上毫无疑问啊 DJF输的肯定是最多的 但是C啊 其实日子也不好过啊 没拿过什么好牌 四人池 翻牌 K67彩虹面 DOTR H拿到一个 一个中队啊 没人有K PDF这边是一个 双头顺的挺牌 一对7 直接打900 很凶啊 PDF肯定是要看转牌的 900刀应该打不掉 一手双头顺挺牌啊 Syler 并没有再去追转牌的红桃 或者一张A 不过红桃呢 他就来了 Flop的下注没能奏效 PDF很有可能有K DOTR H 这手牌应该没得选了 应该是只能过牌啊 但他还是决定 再开一枪啊 又是一个半直的下注 他 他希望对手手里没K啊 而PDF也确实没K 不过毕竟是两个DF之间的战斗啊 同行都是冤家啊 冤家的话不得打到底吗 话说这镜头 是不是应该给一下主角啊 这手牌没DF什么事啊 最终合牌啊 一张三 PDF并没有走 而合牌呢 确实也让他拿到了顺子啊 可以的 这份坚持值得点个赞 而HDF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想再开一枪 好像没弹药了 直接过牌 一个个 check4 合牌PDF打出3700刀的价值啊 没有一张老K 肯定是跟不动这个下注的 来看这一手牌 CIA A9不同色入池 DF 他拿什么牌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赢不了 别人做装卫口袋2 同样选择了跟住 翻牌A59 CIA拿到顶两对 而Seller手里呢 有一张A死啊 这手牌C啊 不知道能回多少水啊 现在是深水下状态 CIA打了400 打得很轻 口袋2在想啥呢 想去碰一碰运气啊 看看能不能再转牌啊 撞到自己想要的那张2 想了想还是负掉了 少了一份收入 Seller的话 当然是走不了 转牌一张7 没有啊 是一张5啊 还是一张方块 这给了Seller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赶紧打价值 CIA 底时2000 CIA下注 1600刀 带着盾买花 这牌当然是for不掉啊 就看何牌啊 CIA还能不能再拿一条接的价值了 前提是方块别发出来 今天晚上CIA也挺倒霉的 盒牌 哎呀 吓一跳啊 是一张红袍2啊 哎 好像是有人盖掉了葫芦吧 没办法啊 葫芦走不到最后一步啊 哎呀 这也算是 让CIA捡了条命 如果CIA这手牌打得慢一点啊 可能真的要出事啊 5300的坡 CIA 推药印算了啊 装一手bluff挺好的 这张盒牌肯定是帮不到对手啊 如果Seller真的抓下来 啊 他还真推了 Seller 是不是好汉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此时不抓 更带何时呢 坏了 我这个解说 是不是太偏向于CIA了 最终 Seller还是 负掉了自己的顶盾啊 CIA只拿到了3000刀的价值 接着来看牌 PDAF可以勾 加注到300 枪口为CIA做的Strado A8方块入持 单挑局 翻牌690 这给到了CIA一个卡顺听牌啊 不过PDAF翻后并没有下注 转牌一张勾的话 PDAF中牌了 而且这还是一个卡圈的顺子听牌 千万不要发圈出来啊 最终盒牌呢 是一张7 不过是一张红桃7啊 CIA并没有在盒牌做价值下注 打得很稳啊 CIA 但是哎呀 这几手牌背水车心啊 前面输的太多了 接着来往下看 CIA拿到A圈 这牌肯定要打 加注到200 装为DJF4-6红桃 不用看啊 DJF赢不了 今天晚上他注定是一手牌也赢不了 翻牌4-6勾 DJF拿到4-6两对 而且牌面还有A4啊 CIA的A4 这牌有的一番争夺了 BJF手里是一个铜花挺牌啊 CIA翻后下注半池 DJF直接反加到了1-2 铜花挺牌跟住 CIA要不要再反打呢 穩一点吧 今天晚上的运气啊 也确实不是太好 CIA反手跟住 转牌 红桃8 BJF拿到了摊牌价值 所有人都过 合牌 哎呦 竟然是找A4啊 CIA危险了 啊 什么情况啊 BJF竟然没有下注 BJF说 他觉得两个对手啊 但凡有一个人 有A4都会打的 但是CIA非常警惕的 在合牌选择了过牌 毕竟前门花被发了出来啊 可以的 CIA这手牌给自己省钱了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手管给套住啊 而悲剧的DJF悲剧还在继续 他还是一手牌都赢不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BJF A10不同色 加注到了220 B的老板可以圈 300刀 500刀的300 Dr.H呢 是一手A圈啊 三个人的战斗 翻牌A9 10 BJF拿到A10两对 这手牌 Dr.可能会有大麻烦了 翻后BJF直接把下注尺度拉满 打了1200刀 这就是奔着一张A次去的 Peter这边是一个卡钩的纳斯顺的听牌 并没有走 Dr.的反加 很有可能Peter看不到转牌啊 而看到这个加注之后呢 BJF可以肆无忌惮的再推回来啊 别推的太大 一个Double就OK了 如果球稳呢 想去躲开什么Side9 Side10这样的冤家牌啊 当然也可以选择跟住 顺子听牌 当然是跟不动啊 直接Ford掉啊 底池已经上万了 这手牌很有可能啊 会成为今天晚上啊 最大底池的一手牌了 而且这是节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手牌了 完了 结束了 Dr.下注5000 别做反手推露印 底池三万 Dr.需要跟住一万 而对手究竟是在偷鸡呢 还是真的有一手啊 强牌啊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 Flop上那一枪都被跟了下来 对手很有可能啊 会是什么九十两对这样的牌啊 因为一对十或者一对九的话 3800刀的加注确实很难顶得动啊 而对手如果真的是什么A3 A4这样的牌 转牌这个欧印推的就显得有点没道理啊 Dr.最终还是跟了下来 他需要一张圈来反抄 39800刀 确实是今天晚上最大的底池了 两次发牌 第一次合牌一张四 有圈吗 一张五 那么恭喜边转拿下了今晚最大的底池 也结束了今晚的直播 赢下这么大的底池 不得来个幸运大转盘吗 好吧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晚的战斗呢 就先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龙凤的解说还算OK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会不会有什么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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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y put me on the nuts always but I didn't have the nuts no 我会想要多谢你 要多谢你了 好多谢你了 Thursday night with me and with us here at Hustle Casino Live that is going to do it for us let's see how everybody did at the end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他已经是8了 他现在是9了 我们的质量 down 28,000 and that is going to be it for us guys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we will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 will see you next week for everybody here at Hustle Casino Live I am David Tuckman good night